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加 虽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仍不能改变癌症的频繁发生 我国癌症死亡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与大多数癌症发生在晚期有关 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及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很难恢复 一般认为癌症晚期相当于对一个人的死刑 我们的身体在癌症的早期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现象 你不妨开始明白 如果你上厕所时出现以下三种故障 说明体内癌细胞正在繁殖 如果没有 那就值得祝贺 1. 大便中有血 早晨起床小便是每个人正常的生理需要 当我们大便时 我们发现大便中混入了血液 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 由于大便在肠道蠕动从而沾上血迹 最好及时去医院做一次检查 因为血便的出现也是肠癌的早期症状 2. 小便异常 正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健康 那么尿液颜色应该是透明的 没有刺激性气味 相反 如果尿液浑浊 并且有持续的气泡 那么你需要提高警惕 很可能你的肾脏有问题 尤其是前列腺疾病的出现 也会改变尿液的颜色和气味 3. 肛门有肿块 上厕所时如果发现肛门有肿块 虽然不通也不痒 但不能忽视 很可能有淋巴结 淋巴结的出现也预示着癌症即将来临 所以要预防癌症 最好及时到医院检查 因此 上厕所时 不妨低头看 许多重大疾病都是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 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不要太注意你的健康 如果您对癌症的早期症状了解的更多 欢迎您在下面的评论部分留言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 感谢您的阅读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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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阅读和分享